嘿,大家好,我叫伊莉娜,我是俄罗斯人,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。 外国人住在台湾的时候有居留证,英文我们都说ARC,如果外国人在台湾念书或者是工作可以拿到ARC,每一年或者是每两年一定要延长这个居留证。 还有另外一种叫APRC,有APRC的外国人,他们如果在台湾没有工作,也没有在年书,他们还是可以住在台湾因为APRC。 你们可以问我,伊莉娜,十一年住在台湾,怎么没有拿到APRC,怎么会这样?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对了,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,请订阅一下,在下面,我们就开始。 但是,外国人在台湾怎么可以申请APRC呢?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这种的规定。 如果外国人要申请APRC,他要先不断地在台湾工作五年,不是partime,一定是fulltime。 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先年书,年书的时候没办法申请APRC。 毕业之后,我开始在台湾工作。 那我工作了三年之后,发现我的中文不好。 所以我决定工作半天,就是partime。 早上我去世达上中文的课,中午我上班。 说真的,这样的模式有一点不容易,因为每一天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,早上六点,我起来了。 对我来说太早,真的六点。 八点到十点,要上中文的课,或者是到十一点。 我已经不记得。 OK,所以我上了两个或者是三个小时的中文的课。 后来我去那边的图书馆,写功课。 吃了午饭,就开始上班。 晚上的时候我的头脑真的很累。 所以如果还有功课要写,晚上已经不行了,我的头脑已经在休息。 大概十个月之后,我决定了中文好多了,所以现在我可以继续 full time工作。 从那时候也有大概两三年在台湾工作。 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绑架到白俄罗斯,我现在在白俄罗斯明斯科这边。 所以住在台湾的时候,我没有五年不断的在台湾工作。 所以无法申请AP2C。 我有不少朋友他们在台湾拿到了AP2C。 他们好开心,我觉得真的好酷。 因为总共我住在台湾十一年多,真的不少,就是大概生活的一半。 我个人觉得台湾是我的第二个祖国。 我真的很想台湾。 台湾,我爱你。 好吧,我的故事就这样。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,请给我一个赞。 如果有兴趣的话,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。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,拜拜! 拜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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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